女人最想从男人那里得到其实是这三点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感情都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 许多女人只想嫁给有钱有房的男人 会对穷男人嗤之以鼻 于是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会觉得女人很物质 然而作为男人你真的懂女人吗 你知道女人真正想从男人身上得到的是什么吗 女人的内心远远比男人要细腻柔情的多 她做不到像男人那样理直 也做不到像男人那样绝情 很多时候她的选择都是遵循感性做出选择 而她真正想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也绝分金钱 其实是以下三点 一男人懂自己 每个女人都喜欢被男人宠爱 然而如果说被宠与被懂之间做选择的话 女人一定会选择让男人懂得自己 因为这有女人的天性所致 这与男人天生喜欢被女人崇拜一样 女人天生就喜欢被男人理解 她觉得有一个人愿意从内心去了解自己 远比那些问自己喜欢吃什么玩什么的人要有深度的多 同时对方一旦对自己达到懂的层面 她会对对方失去戒备心 会从心里接纳对方 而多数的男人其实不愿意去研究女人 也并不真正的懂女人 就算投其所好也仅仅限于对方喜欢吃什么玩什么的层面 二男人尊重自己 感情里面有时候会分出一个谁占上风谁占下风的局势 而在感情一开始的时候 往往是男人追求女人 所以女人先占上风 然后渐渐的这种形式就会逆转 最后成了男人占上风 其实女人爱一个人的时候 就不会在乎谁占上风谁占下风 也不会计较谁先主动的问题 但是她会在乎对方在乎不在乎自己 对方尊重不尊重自己 如果男人这点没做到 她可能会因为感情深厚而忍一时 但是她绝对不会忍受一事 女人放下至尊是因为爱 但是她明白尊重自己的男人才值得自己去爱 三男人为自己变得努力 如果用很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找一个 仪表堂堂品质优秀才华横溢 物质条件又丰厚的男人呢 然而女人知道并非每个男人 都能成为上帝的宠儿 所以大部分女人希望拥有的是 能与自己过平淡生活的男人 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 可以贫穷可以不优秀 但是女人很希望男人 在与他在一起之后能奋发图强 能为自己变得努力 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能看到他的付出他的进步 这个男人重视没钱 没房没车 女人也愿意跟着对方一起努力 一起创造更好的生活 可笑的是男人总是自己一点不努力 还在那说女人贪图富贵 我想说一个又穷又不肯努力的男人 又有什么值得女人可留恋的 也不想着怎么着呢 我会购买的男人 我已经不肯努力的男人 我最好有这个男人